我現在給他看到 燈會拆卸的 我們已經過了齁 我是肯定燈會齁 真的很棒 我每天都過 我都一直在呼籲所有 全世界全國的人都來 阿運輸也很辛苦 那我們今天 因為燈會過了 我給他肯定 但是今天 前瞻計畫 我從 臨時會就開始要了 就是這麼一張 叔叔說一下齁 我怎麼做明代理在當 我們的愛已沒有經費 所以在上一任的那個總統 我就很注重於愛台十二計畫 那現在我們的 蔡總統 他就任 我相信 縣長你也做過基隆縣長 也知道說 總統是就任 我們就是要朝著他的政策走 昨天又看到新竹 報紙 再加碼 三百億 輕軌就台灣 他們可以再加碼 我現在是質疑的 我要把計畫書 討論的就是 我不是說你們討論多少 我要愛你們計畫師 你們的計畫書寫得好不好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也很重要 米卡清在下下 剛剛我們農業處長 就說 這都沒有在計畫之內 你們也在送 那就是什麼 那 那個控制室 還有 報紙協的 這一次光補助喔 輕軌的軌道建設 就佔特別預算的一半 都做四千元 我們住在家六十 每次走到 鎮北路 或是走去衛生 或是走我們北頂里 看到的 就是十一雷平交道 我們就是一直 那都很危險的 而且廠長車禍 包括九龍板 那個地下道 以前你知道嗎 多少性命 在這個鐵軌裡面上升 沒有想到這一次這個經費 八千八百億 我們的計畫書到底寫什麼 我現在想要你們什麼 計畫內容 給本席參考 到現在 什麼計畫也沒有給我啊 就這樣寫幾個字啊 啊本是在第一次議員的時候 我就建議 我不知道說這一這一屆 是不是有原用啦 就是哪一個處長 哪一個課長 我下的企畫數幾千萬的 我們就給他寄公 加獎 或者給他休假 我不知道介紹 我們帶有沒有啦 管長你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所以 人才 其實我也很肯定 每一個處長 很優秀 但是 就是我們要管納人才啦 我們價位新蝦殊 擺人 你就是 沒辦法去投到 那再來 台中 台中他有一個計畫齁 台中是這個 捷印計畫 他們是投到 230億 他要把捷印的立線 延伸到彰化 那未來是 人家雲林縣 還是要向雲林縣 延伸去彰化 延伸到台中 還是未來是 台中市 延伸到我們雲林縣 因為 中華再來就完臨了嘛 啊 加獎也投到咧 加獎投到多少你知道嗎 民雄也有投咧 他們的捷印計畫 他們的民雄 水上鐵路高架化 規劃 加人多少咧 我們多少 這個你們有沒有參考 那是你們價位是寫了 寫了 寫了幾句 那個斗六 鐵路高架化嗎 有沒有寫出需求 還有 上一任 我們的 縣長 那中華就說 高鐵沒有跟我們的台鐵結合齁 很可惜 要有輕軌計畫 那時候好像也有一個計畫嘛 也有到中央嘛 你們又沒有拿出來再改一改 再送 那10億啊 那我們要針對 他所 要的 來寫啊 來 那個控制室來 第一張 所以呢 本時一直覺得很納悶的齁 我們陰陰縣已經很窮了 再來 館長 六千 睡覺多少錢 中央啊 一年五百億啊 四年 蔡總統 我們中央 就奉獻了兩千億耶 人家 人家拿著五十二億 才這麼一點點 我們地方 人家 在我們這邊 人家都說 放假賽 有 這說也沒效啊 有人五百億也還沒算什麼呢 我們睡覺中央那麼多錢 透到五十二億 那張景深還是我們營營縣人 人家沒有這個館長來跟他講 報紙 那個零錢啊 零錢還到嘉義市去啟用啊 喔 這 納入高價化呢 啊 嘉義市 細徵 爭取五大亮點 來 我們現在看這個 這個是在燈位的時候就有中央的人 給我這個 一百二十六張的簡報 裡面就像營營縣 上代討論 我看到這個 我就 那個 心齁 就是整個都 都叫做會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我 我一直相信說 我們燈會紀念 有什麼 我就辦才好 其實齁 台灣齁 我是要建議啦 人家在日本齁 他們是 登藝術博物館 都不用換 啊 每一年這樣忙的鑰匙 忙的九天 哇 整個都動起來了 你們開了七百場的會議啊 把這個重要的都忽略掉了 我們給他肯定 你有辦法做這個燈會來 下這個應該不行啦 來下一張 所以呢 為什麼 下一張那個 簡報 那個 再換另外一個 好 那現場你 請你管長 這個前瞻性的計畫 我們分任官 沒有在公平的對待 這是一個事實 你跟我 的感受都一樣 所以就這個事情 我們同仇敵愷 是應該的 你這樣齁 這個這個這個 發出不平之名 也散盡了議員的責任 但是你如果如果是說 沒有很正確的這個屬性 奇怪就說 你們就在不贏 所以說這個事情 都沒有在搖擾 那這是多大的冤枉 這是知識體大的一個事情 要對七十萬的官民 要輔助你們的事情 我不希望 大家是以而傳而 雞飛城市 我沒有希望是這樣 我要請議員 你可以看我今天 你的報告 我今天的報告 我對 一百零五年開始 那時候 沒有所謂前瞻性計畫的 就一載去跟中央 參與政府 跟他們幹部 要政府政府 前瞻性的計畫 什麼時候通知 我們要提報呢 前瞻性的計畫 是在 今年的2月13號 行政院通知 我們要提報 前瞻性的計畫 我們有提報嗎 13號已經登會 這樣沒什麼 我們在12月15號 第二天 我們就提報行政院了 就送交到行政院了 你如果是 沒有準備 沒有要義的時候 七百幾億的醫生 你要用生的生的出來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在做 我們有在做 再來 二月二十 我們這個金教出來 他通知我們什麼時候去做簡報呢 就是在2月20號去做簡報 所以我並沒有燈會結束第二天 我縣政府沒有因為辦燈會 而延誤任何一件憲政的推動 這點我必須要利用這個機會 來做一個嚴正的聲明 也希望大家 包括媒體 不要再以而傳而了 不然這樣 對管政府來說 很不公平 大家拚到這樣 結果呢 跟報紙這樣一個普風作影的一個報導 就總結這人要怪管政府 這是不公平的 不好意思 我講得比較嚴重 你的解釋 那前線都有聽到 但是呢 報紙看這樣 再來就是 我拿到這一個是 二月十七號 你說二月二十號 你們馬上就 做提報 所以你們就是有準備好 那標示說我們這個企劃內容 是不是中央不喜歡 還是說我們寫的內容 沒有辦法跟嘉義啦 台中啊 你也可以檢驗我 拿的報告 我的價位 是不是捨得有錢 你也可以去檢驗說 行政院對婚姻關係 不是有夠公平 這個是可以被檢驗的 但是說我就沒有要他 那我就覺得 我沒有這樣講 我是覺得說 我要的就是企劃式內容 企劃式 為什麼 為什麼 周議員要企劃式 沒有企劃式 我們的新聞處處長 當天報紙登出來的時候 我說我要企劃式內容 從頭到尾 他就把他推到企劃式 企劃式說他出差啦 隔了兩天 剛好六日 到現在我一張紙也沒有拿到啊 52億的企劃 是不是有和周議員 我要736億的企劃 都拔拔的上去做議員 都拔拔的上去做議員 這個馬上 現在給我都沒有用啦 現長你請坐 我們社會做代表的時候 我就開始練這個企劃書內容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要爭取一點經費 沒有把它寫好 要不到經費 當然 有時候計劃書寫得再好 中央不給我們 也沒有辦法 如果今天 縣長你的該水 就需要我接送 那我們是不是跟議長 一起到中央抗爭 我們抗爭行政院不公平嘛 我們六清我們的稅收 我們500億啊 我們給52億嗎 他給我們520億都還不夠咧 所以企劃式內容 要不要檢討 因為你送給我 現在在講 中央會核定嗎 那還有很多處長說 議員還有競爭型計劃啦 還沒有開始啦 我不清楚呢 為什麼人家 昨天新竹市可以再加碼 競爭型計劃 你們準備好了嗎 來 誰跟我講這一句話的 誰講的 沒有人講嗎 誰在門口跟我講 競爭型計劃還沒有提 沒有處長講嗎 彭處長你有講嗎 你沒有講 那競爭型計劃是什麼時候 沒有一個人跟我講 我自己想出來的 這種心痛喔 我是一直想說 等啊等啊 包括我都不要說白行啦 湖山水庫這麼大的建設 裡面也都沒有啊 我們現在有一個社口水安聯區 本市要要求強力簽木料 我們蓋這一個社口水安聯區啊 也很多人來跟我說議員 水在哪裡 藝術在哪裡 社口水安藝術園區 這個都應該可以規劃進去 當然 婚姻其實有套到 人家還有一個 呃 台山縣的三億多 所以我都肯定 可是三億多跟那個八千八百億 我們是不是可以 三勝追擊可以再去要經費 對不對 斗六是一個首善之旗啊 湖山水庫跟兩百多億 在我們中央建設 本市當初還投經費 到六四公送 一種回饋金三千兩百萬一年啊 總共十年三億多 也沒有把湖山水庫的關公帶起來 我們應該要做 就稍微是建議齁 我們的農業首都也很好 但是齁 我去英國 特朱我發現說 人家是度假王國啦 美食天堂啦 欸這個把他加進去 因為 十一自行 你有吃齁 還有花兩隻 人也是坐飛車 坐花兩隻來啦 這個很重要啊 你農業首都 他們大家來進場 那我們也是可以推廣 問題你要用什麼去引導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的企劃書 政府要是什麼 你要寫什麼 來那個 那個 那婚姻卡 因為很多人都說婚姻卡 當時有清水啦 那個是不是 處長 水利處長 我們婚姻卡 這件是討多少 都沒有什麼細項 那個處長 你回答一下 聽到水利處長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齁 大家議員報告 在這次 水環境的這個價位 我們雲林寺 我們有提出 包括就是整個 那個 戶案的整治 環境的營造 還有水質的進化 水質的進化 包括就是節流工程 還有現地處理齁 這種在我們前處的 這個價位的服務裡面 大概我們前處的 經緣輸給大概是六億多 要到六億多 是 我們提到六億多 是完全可以做到 那個陳鼎街後面那裡嗎 就做到陳鼎街 再做到 柚橋頭前那裡 那請問劉錦瑩那邊 在做一個人型步道 為什麼不等到 我們整個 河岸 那個營林溪通通 那才做那個步道啊 我就躺在那裡 大家問我 為什麼會做這樣 還花一千多萬 在游擊前面 那個人型步道 你知道我在講哪裡嗎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是哪裡做的 那是公所 他配合我們的價位 我們這個價位是整合 就是跨局處 還有跨縣府跟公所 他們就是經濟 相關的價位 他們去清除就是聯本計畫 這樣先做好嗎 以後掀蓋 不是通通都封掉了嗎 沒有 這不會浪費 這是幾月後 分別就規劃的內容 去政府經費來執行的 這是共同合作 那那個像那個淡水河啊 還有哪裡在整治啊 他們都三百多元 你這次報中央是報多少錢 我沒有企劃書 你報多少錢 六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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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六億多 報告這是我們的需求 真正的核定 還沒有任何單位有核定公函 借貨 我沒有接到核定公函 所以這都還在背就對了 政府中還在現場停輸在現場中 你怎麼不可以把他寫得這麼多呢 我們可以延伸到湖山水庫啊 那個水溢啊 那個都可以寫啊 我相信你的能力啊 是不是可以再改 那個企劃書可以再改嗎 那個 你回答一下 不知道 報議員喔 因為整個 現在 在水溢水 他也是 沾對就是相關的優勢規則 在頂頂中 啊 我們的經濟最新的規則 跟我們獲得最新的訊息 只要對我們管府優利的 包括就是 比較頂尾 要交通下去 我們也會繼續來爭取 所以目前這是 這期我們 在需求是提來的 要換 未來我們也知道說 有主案 還是說我們還有需求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 滾動式檢討來提報 好你先請坐 來我沒有企劃書 公務處 那 我們有報出去了 是九百萬 九百萬 我們能夠編趕快做嗎 那再等下去就五十年後 做這個部分 是要跟高鐵局這邊合作 一定要他們同意才有辦法先進行 我們自己做他們不會去同意的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等他們同意 高鐵局呢 我們沒辦法讓他同意嗎 鐵路局這邊 我們會盡力來爭取 請問一下 我們計畫書如果沒有給立委 立委能夠爭取嗎 這個 這個 縣府會來努力 對啊 立委都說 給我 計畫書內容給我啊 你們要送給立委去幫忙爭取 我們不是有三個立委嗎 你們都有送給他嗎 這些計畫書 我們會利用各種管道來爭取 喔 還有哪個管道 那還有哪個管道 哪些管道 行政院就不理我們啊 才給我們五十二億啊 行政院沒有不理我們 我們會繼續來爭取 那你像這個 唐鐵 台鐵 高鐵 你有沒有辦法整體寫成三鐵共共 我們在國外那個 不是三鐵共共 那時候說起來那個那個環線喔 讓你覺得說到那邊就是理由的王國 啊你這樣 立立立立 那下一旬那下一旬 他覺得你沒有整體啊 是不是就是沒有整體規劃好 是不是 計畫書內容沒有引起人家的共鳴啊 呃 唐鐵的副使這一部分 行政院非常的支持喔 也正在進行 他是過了沒有錯啊 我很早就跟林文斌說 啊我後悔人啊 啊你就 鐵路塞到鄧麗津博物館就好啦 那邊 欸 以前我在那邊教書嘛 我很清楚 那也很漂亮啊 那當然 也那個也講了六七年啦 終於也動了啦 那這個 唐鐵是多少錢 觀光列車多少錢 跟議員報告 這部分兩年前 呃 呃 陳相處就已經在進行規劃了 才會有這個案子 這是要到多少 呃 是不是由陳相處這邊來回答 確實的確實 我也知道你很認真耶 我也肯定你 真的 你看我等會 我也 也有人在臉書跟我們說 做什麼島嶽是議員 島嶽都不清楚定規 我起一個 我說好啦我來認良 我也知道 哇 很辛苦 很累 歡迎大家到十六火車站來看 齁 那我們現在就希望 你時間 你時間影響太久了 你不要再在那 你前面不見送出料理啦 那那資料 你們要送不送齁 我 已經無所謂了啦 齁 那 如果你們要送 繼續加油 我們也希望 能夠 營運線 很散的嘛 這件是翻身的機會啊 如果沒有再要 那我們說真的 館長我們支持你啊 空津啊 來跟蔡英文 林全啊 張錦森啊 這樣館長可以嗎 來你先請坐 謝謝議員 縣長 你下一步要怎麼辦 沒有啦 就議員你時間到了 那議長你要不要支持 到中央去要這些經費 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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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縣長呢 那要有所行動喔 好 大家加油啦 我相信你們 這個 因為每一個處長 都很優質 我也希望說齁 這個經費 五十二億 是要說真的 是很少的啦 做起來看不 如果五百二十億 還不一定看得出來呢 所以我希望 再加油 珍齊多一個零 我相信說 前線 憲明 由我們館長來打一打 好啊 我們 十二點 我們時間 可以回到 新民講議員 創集民議員 林簽議員 黃文雄議員 林烈張議員 賴明彥議員 王若銘議員 廖秋平議員 蕭泽武議員 所以齁 一家我不是 抱歉啦 不是說 我的時間 給你們 是 約了很多人 他現在已經十二點了 我們是不是 站對 主題 我們現在請 申明講議員 剛才議長說到 有時候這個時間 跟議員說太久 雖然真的影響到 後面要說的議員 比較輕鬆的啦 來 勝負主席 大家怎麼越說越近 其實 在這個燈會 2017的燈會 我要跟雲林縣政府 我們這個李靖雄縣長的團隊 可以高度的肯定 這個一千三百幾萬的人次 來到雲林 在各地的時間來 有那麼大的經濟效益 那麼少的誇張 這實在是真的不簡單 因為我也以前很想辦活動 我知道辦活動 困難中 要對他沒有到有到完成到夾後 這是不簡單的 所以說我在這裡 對於我們李靖雄縣長 我們的團隊 很大的肯定 你們很辛苦 所以雲林縣這邊的高智能度 和他的經濟效益是不錯的 我在這裡還跟官長 提示 我希望繼續努力 簡單用一個所議 讓官長聽一下 在一千三百幾萬的人次 來到這個2017年 我們這個燈姐 在這個所議官看起來 我們有100億的觀光產值 對吧 這是上下 你要想看看 這麼好賺的行業 我們說這麼好賺 是不是說分年觀 未來 有這種屬於長期活動 的精 的這個活動 有辦法來繼續維持 這很重要 思考看看 你們的團隊都這麼厲害 這樣表示就有零零嘛 這樣有零零 要繼續做了 所以說李縣長 不要鬆懈 我們人就是叫做操兵 你要繼續操兵 就是說 還有今年沒有什麼活動 預計也沒有什麼活動 還有什麼建設也好 還是什麼前瞻性的 規劃 讓我們的幕僚規劃 還有一個目標 因為我請說 我們人也沒有目標 沒有理想 沒有目標 你就很不積極 你就代謝下來 所以我希望說 在這個燈姐激情過後 不要鬆懈 我覺得李縣長 在我們的幕前 在福音館的前瞻計畫 有嗎 我們請主席 我們的李縣長 簡單 給他回答一下就好了 請你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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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感謝議員 對管副團隊的鼓勵和肯定 當然 其實我 這會議員 經過的結果 當然 全台灣都跟我們 非常困難 不是只有管副團隊 包括議員 對這個議員 對這個議員的支持 尤其是在 會期的安排 在預算的一個支應的部分 我感謝議員 很大的 到三天 當然 這也印證 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團隊 是一個有領力的團隊 對 有領力的團隊 不一定是 普通事業都做得出來 這就很怕 既然有這種的領力 我就要求說 在領域結束之後 我就要求這個團隊說 我們如果用領域這種精神 來做水高 來做路頂 來清水高 來補路面 我想這個品質 一定會提高了很多 就對了 所以我們裡面 大家有領域的檢討 我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來努力 剛剛議員所說的 這個前瞻 可能不是說 行政的前瞻 對 分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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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基礎的建設 包括農漏 水漏 漏 基礎建設的部分 都可以納入到將來民間投資的成本 我印象中好像是變10億的樣子 五億 五億要讓我們做前置作業的費用 所以綠能的開發是未來管政府很重要的一行業 這是一個方向 現在因為時間的問題 因為理能 我現在是要講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覺得 華東的部分 華東的部分我簡單向議員報告 可能還扮大型的華東 大家目前沒有這個幾個月 好啦 這樣 現長 我聽你的意思 農機展 我們就繼續 好啦 這樣 現長請坐 好 謝謝 我就要來講 現長 你不管是對理能的概念也好 還是持續農業概念 我要來講這個所謂給你聽 因為現在是一個很散的官 沒有什麼主管 越來越沒有主管 就越來越全面發展 我們的農業 因為這個我上級有話說過 就是說 全國農業總收入 總產值 是七千幾億 雲林館 號稱第一名 也百幾億 你有這個概念 再來 我說六勤就好 總產值超過一條網 這就是工業 但是它帶來汙染 再來 休閒觀光產業 所以你了解之後 你會知道 你要用什麼方向 你有方向 你有了解 就有方向 你走的靠寶就很刺 有可能是萬 但是你走路都是政客 你走的 這裡有假雨時日 你就有一個勝負 觀光總產是一條 分音館 目前是在 我又看管市上 我們是靜培莫座 前幾名的 我就是要讓你了解這個所謂 再來就是行政院的前瞻計畫 我又跟你說 在前瞻計畫的時候 我們不要氣餒 因為 行政院對我們的無禮貌 我們當然 我們要標示我們的情緒 出來讓他們了解 當然這個情緒不是 管政府要標示 所有的分音館的議員 我們分音館的人 要去把行政院 標示我們憤怒的情緒 這是真的 這是一堆要去表現出來的 有時候我們剛才也說 正下分音館提50 給我們這個經費而已 對吧 這當然我們要去表達出來 再來是 我也要希望在這個東西 說給你們參考 看看 就是說我們不要氣餒 我們要繼續努力 分音館 目前你要去了解分音館的問題 是甚麼 我們要拿到前瞻計畫的經費 前瞻計畫 前瞻計畫 他要給制定的甚麼經費 他要給他投資 他是八年八千八百億 八年 所以你有到 八年 八年 所以你要記得就是說 絕對是有人準時 有短期 中期 長期計畫 對吧 你不敢有如果拿那麼多 我真的要跟你說 我們分音館目前 剛才的問題 要我們看看 在我做議員 到10年前的時候 是七十六萬人口 現在剩六十九萬人口 為甚麼人口急速下降 這是沉箱差距 所以行政院對分音館的沉箱差距 完全沒有在中心 你如果知道分音館的人口 台北人在那裡搭車 錢到這樣 有甚麼行政院 你不可以討論 中央部會簽了我們分音 農委會啊 這等一下我陸續會說 所以我們如果有這個概念 去跟中央說 說分音館 人口急速老化 還有沉箱差距差那麼多 包括醫療 教育 建設 公共休業 任何都差 中央你長期以來都不同時 因為我做10年 我做到也會生 中央不管什麼人這場 都對分音館就是這樣 都沒有人要同時啦 沒有人要提錢給我們分音館啦 為甚麼都沒有給我們分音館 我們分音館的人 要怎麼說 就不去 就可能沒參總統那樣啦 例如李鎮長 館長還是人家做台灣的總統 這樣就絕對沒問題了啦 就八年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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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分音館啦啦 所以這個人口的問題 我現實給我們大家去思考看看 這很重要 塵箱差距 再來 豪華的空軍基地 把我們分音館拼在那邊拼那麼久 阿為甚麼他拼在那裡不說啦 阻礙我們分音館的建設 對不對 所以說你前早前也說 來你不能接沒禮貌 阿不然留在軍事用 或是看美容 你有甚麼一個概念說你不能 阻礙我們分音館的一個進步 這如果我剛才要說的就是 我們的 北港提倡 豪華提倡 所有的府地 我們在分音館最大的的地主是 豪華提倡的土地 但是豪華提倡 北港提倡 我們能夠把我們閒置 阻礙我們分音館的進步 前瞻 我希望我們有前瞻性 不要去跟中央說你怎麼 不要說有辦法幫忙我們分音館 試試看看 再來是我們的西部 就是地層下陷 就是說我們分音館地層下陷 不用去把他地層下陷的東西 還給他 越多的自洪池 越多了 越多了 有防洪 還有防止地層下陷 還有休閒觀光的產值 這我以前不要說過 我都沒有辦法說了 所以我現在還要把縣長提醒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是做防洪之後 還有經濟價值呢 這是說我們要讓我們縣政府 再一次說這個 不然我再辦法說了 我是說不然我再說一下 好 讓李縣長聽 李縣長是很理智的人 也有溝通的人 我希望我們來想法 因為這比較氣 我們是不是有更好的價位 讓你拿出來 不好意思 我又簡單再說一下 就是說 台大 台大分校 胡偉科技大學一樣 他沒有分校 他既然在拳地 我知道現在縣長也都在努力這項 我有看到我文憲的時候 所以說我們能力這樣就對了 我再來說就是說 佐水溪 佐水溪是我們的母親 因為他看到彰化線跟雲林線 所以說這個佐水溪就是需要錯過前瞻八千八百億 他的經費要來整治 有辦法徹徹底底改觀了 事件的改觀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陽城的問題 佐水溪 所以說這也是很好的思考點 再來我要跟縣長說的就是說 雲林線有一條 就是說我們的 149公路的青水溪 這是長十幾年 長十幾年的客的一條橋 還是說我們需要觀光大橋 一條路長那麼久 再來也什麼錢都在開啊 我跟縣長 每縣長都大條路大條橋 這個東西是要帶動觀光的 我最後還要跟縣長說的就是 我們的觀光收入 其他的收入真的很低 我希望縣長就是說 我們要再討論一下 其實我們要努力 其實這些錢是一轉戰的而已 所以我們要繼續努力 我相信應該還有得到 更多更多更多的經費 在這裡我用簡單的數據 跟我們了解一個觀念觀 讓你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讓你現場的意見 在這裡感謝 謝謝 請坐下議員 謝謝主席 我今天再跟主席 拜託說十點半就來開火了 這樣可能會早上結束 還要讓主席這麼久 剛剛這麼多人一直在說 污染的問題 那我來請教一下農業處 農業處 你曾經有去探討 碳足跡 這樣的一個概念嗎 污染的一個碳足跡的一個概念 我請農業處來打 謝謝主席 謝謝蔡議員 碳足跡的部分 如果從污染面 我比較去少了解 那從整個生產面到末端的時候 整個碳足跡這部分 大概有稍微做了解 你認為碳足跡它是怎麼樣 來做這樣的一個 你去解釋一下碳足跡 碳足跡就是說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化學元素裡面的話 那有機化合物最主要的組成是 以碳構築的叫有機化合物 那從我們生物的一個生長過程裡面 那從光合作用再去產生 製造出所有的養分裡面 大概都含有碳的物質 那如果從製造到加工裡面 產生的一個碳的一個量的話 到整個消費整個一個循環裡面的話 它整個過程然後產生的一個 二氧化碳或其他的碳的量的話 那成為碳足跡 那碳足跡 以整個那個過程裡面 它會產 它怎麼會來延伸到這個碳足跡的一個名稱 這個部分實際它 它從什麼時間點衍生過來 這個部分我記憶裡面不是很清楚 我想請教那個處長你一個問題 你曾經去計算過整個 包括蔬菜的運送 它運送的過程裡面 會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會不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汙染源 PH2.5的一個化生的一個汙染 空氣的一個汙染 跟這個碳足跡的那個整個意義 是不是相同的 在整個運送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有消耗能源的時候 會產生整個碳量的部分 那運送越遠的話 當然它的一個排碳量就會越多 所以基本上的話 其實在目前國際社會上面 其實一直在推動一個 就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一個概念 好 我就是在等你這句話 在地生產在地消化 那會減少那這樣的一個二氧化碳的一個汙染 那這樣的空氣的汙染它會不會降低 理論上是這樣沒錯 但是你覺得去計算到說 整個我們的農產片的運送 和這個車廂白鋒的二氧化碳 這樣的一個數據 你曾經跟環保局來做這樣的一個 去做這樣的一個計算過嗎 你要計算過嗎 我個人是沒有計算 不過在整個網路資訊上面 整個計算室都有 我為什麼會去講這樣的一個汙染問題 有一個四節汙染嘛 一個叫空氣汙染嘛 對不對 四節汙染垃圾就是四節汙染 那二氧化碳就是空氣汙染嘛 我直接要說的就是說 整個分點館全國也好人 都一直在說哪一兄弟 哪一兄弟 他所三星的這個PM2.5 他已經止報了 他止報的原因是什麼 止報的原因除了說 那時候大部分的人的想法就是說 這個我們叫煙檔啦 我怎麼這樣說 我們要去破除一個東西 就是說有煙囪的地方 才有汙染的主觀的那個意思啊 但是現在沒有煙囪的地方 也一樣有主報 就是這個我們叫汙染啦 空氣汙染的這個元素 而且還很高 那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整個碳足跡 他整個的要去研究的地方嘛 那你剛才說的 我們在一起叫做生產的元素 這是全世界共同 一直想要提供的 在地生產 在地來消費 檢測到 這個方向喬量 運送 行數 所三星出來 有這個CO2嘛 這樣的一個產生嘛 是不是這個樣子 啊你有曾經跟我們的環保局 來做這樣的一個研究過嗎 呃這個部分我沒有 還沒有嗎 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沒有的話 我們請在我們下一次的定期大會 你來研究看看 我們來針對這樣的議題 我們來做討論好不好 因為這有什麼 我要跟你請教一下問題 為分量管 全台北人齁 他吃的農產品 大部分是為分量管所運送去的 那麼他整個沿路 他所產生的這樣的一個汙染 大不大 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空氣汙染 這也是碳足跡 對 就是你在講的碳足跡 對不對 那汙染 會不會造成汙染 空氣會不會造成汙染 呃 理論上運送的越遠 它的碳足跡就越大 這個沒有什麼爭議 對啊 這沒有爭議嘛 理論上就是 你運送越遠 那麼我們所產生的碳足跡 就是說它會汙染 汙染染 會越高 好好 那你請坐 謝謝喔 謝謝你的回答 這就是說 訓練我的未來 本身的問題 剛才有太多太多的 我們的同仁 在講垃圾的問題 剛才管長說一句話 我聽到很深 他說喔 我們就沒辦法 我們能在汙染下 不得不低頭 我們要用一頓的垃圾 去換回一頓杯 的這個垃圾底張 什麼人管理 我也很不管理 後飛營 他是一個垃圾轉運站 他要承受五個鄉鎮的垃圾 垃圾 底渣 他印到哪裡去 他又印回虎尾來 我們有意見嗎 我們不能有意見 因為什麼 我們要去共同解決問題啊 我們要去忍受啊 為什麼要去忍受 我們去請人 請人 來跟我們 運這個本色 我們也是要拜託 人來跟我們請問 我們甚至要去拜託 拿錢 拜託 人來跟我們分手 我不是贊成 魂化爐要重啟喔 但是這個也是未來 雲林獻 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在想 那個 我請教環保局長一下 本色的財運喔 我們一國的兩處 最好的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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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那個環保局長來請 這樣的一個問題 請教請教 謝謝主席 還有謝謝蔡議員 大家給我們報告就說 我們現在最好的是 有跟北部啦 北部最好的 宜蘭 那是比較進行 現在沒有 差不多台北市啦 台北市 最好的目的就是 我們附近自己館市 自己館市 那我們現在 那個 我們的那個底渣 的回 底渣的載回 有哪幾個 哪幾個城鄉 希望說 我們用這樣 互惠的方法 他才願意幫我們 混燒垃圾 把他載回來 對 各位環保局 現在台北市議 是市議會的國議啦 是 高雄市議環保局 他們本身 也是市議會有要求 他們有做這個骨刺 所以目前是 免得這個狀況 我們要接受 我們一定要接受 我們如果沒有接受垃圾 就沒辦法去 對啊 這就是叫做分林未來 我們所謂所想的 本屬的問題 要去做改革 那個改革 要怎麼去萬人救我們 我請你說 是定期台會以前 你們去想出一個辦法出來 不是說你底渣再回來 你又把它放回 沿垃圾場去 那垃圾的堆積 我要請教環保局長您一下 垃圾 現存的垃圾的那個堆積 是不是也叫做現存汙染 會不會汙染 垃圾當然它 譬如說放在轉運站 它當然是 比較注意就是 它的環境衛生 它會不會汙染 會汙染嗎 本身因為沿垃圾 它本身都有一個一定的設施 它什麼樣的設施 你講清楚什麼設施 譬如說 幾個它有不透水埗 好 還有一個 旁邊都有排水設施 好 這樣好了 不透水埗 它可以動多久 它現在的技術是都 幾十年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有的 方美副有的 其實沿垃圾場 本身是都有不透水埗 我跟妳說不透水埗 它旁邊所滲透出來的那種汙水 它滴久了 一定會有這個汙水 那汙水會不會流出來 所以我們旁邊都有節流溝 那種節流溝 節流 節流那個水要流去哪裡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有溢出來 當然我們會處理 處理是怎麼樣處理 我們又去另外做一套的那種 解析的把它做一個乾淨的一個 那個水嗎 你們有辦法去做這樣 我們一般是會先做 如果是有汙水出來 我們會看是 我們會做檢測 會做成分分析 我做檢測不必檢測 本身直接幫妳做這樣探討 我認為那個水還是會有汙染的 那個 你在講那個不透水埗 不透水埗 它是要這樣說 它是一個底本 是一個本 不是一個根 我認為 你說幾十年 現在的一個科學的不透水埗 是幾十年 我本身並不贊同 因為所有的本手 到那裡 所有的成分 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最近妳的垃圾做的分類比較好 你們的那個 你們的選檔也選檔得很好 但是之前 有這麼一個本手在那的時候 我沒有相信說 有其他 有什麼化學 這片 有可能去 去汙染到 那才是說去侵蝕 這個就是不透水埗 那不透水埗的話 如果是被侵蝕的話 它也是會破 那破的話 它那個水 它那個汙水 它還是會滲透到 我們的那個地表上去 那也是會汙染整個 我們的那個地層 那地層汙染的 也是會汙染到 我們都叫做 地下水 這就是 這不用毋庸注意吧 這各議員報告 我們的氛化爐 我們的氛化爐 我們本身 不要講氛化爐 我們本身每一季 我們有做地下水的監測 隨時都在監測當中 它有狀況 我們都會做應變 好 那個 我那個 這個 這時候我們做那個 定期大會 我們前瞻性的先來問 那再來就是說 本身的債運 一孤的裡面 我們有多少個量子 文的垃圾的債運 對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 一孤的平均 我們一天是 他一天來講 240斤 為外 差不多20斤 一台車 一台大牛 拖20斤 差不多一天 12台 12台 1個月 360台 一年 差不多 360台 生意12個月 差不多 幾千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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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 載運 會不會再次溫暖 載運的中間 會再次汙染嗎 對 跟議員報告 我們這都有 我們的輕運 譬如說 車輛要有GPS 跟車輛的整個設備 譬如說 看補旁頂頂頂 那個部分目前 是要不發生這個問題 那個 那個局長 我要是要告訴你 會汙染 它整個車子的移動 它會產生什麼 會氣 會氣會產生二氧化碳 那會不會汙染 那就是空氣汙染了 對不對 那空氣汙染 它載到那個現場去 它車子再回到雲林來 會不會汙染 那就是在一次汙染 二次汙染 三次汙染嘛 這叫做空氣汙染嘛 也就是碳足跡 當時候 它所要探討的 為什麼 要來做為在地生產 在地食用 在地的垃圾 在地來做掩埋 在地來做混滑的 這樣的 一個 一個精神嘛 那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在這邊的話 本市齁 要請農業處跟您 兩個 共同 我們是定期台會 再來說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也算是一個很深度 也關於整個營臨的未來 我們營臨 總不能說 常常說 我們都是在人家屋檢下 那每一次的時候 就是 困難管長 帶到一級主管 去跟他們拜託 拜託之後 我們再拿錢跟拜託 之後 拿錢跟拜託 我們又不得不第一手 投 我們要再回到我們營臨 來做這樣的一個儲存 一個煙埋 那又造成 第二次 第三次的汙染 所以這一點的話 我想 請您也來做一個 長眼的 跟縣長 來做這樣一個 長眼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在定期大會 本席會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來做深入的探討 好不好 這是關於整個營臨線 不再汙染 不再變成說 整個只要是討論到營臨線 就是這個噴射 那空氣的汙染 這無法度 這大家一台 大家的家 都有兩台車的醫生 但是總不能說 每次我們都是要去求人家 還要再讓人家來做無理頭 這樣的一個敲詐 這一點的話 那我請那個環保局長 你也來 來做這樣的一個深入的 的一個探討 也如果這樣 可以的話 將一份報告書給我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創處民議員 現在對我們這個本席 的這個問題 他有要求我們這個 環保局長 在我們後來的一場 定期大會的進場 必須要 有一個軍兵 卡在這個過頭 本席 要我們來處理 好 繼續 我們請喝請喝議員 感謝 感謝 感謝主席 管理團隊 不好意思 大家都要不吃飯 今天 對這個 八年八千八百億 這個全瞻性的計畫 婚人館 好像 拿到五十二億 實際 說 身為婚人館 身為婚人館 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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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中央政府不需要拉計 這個城鄉差跡 為什麼 對婚人館 只分配到五十二億 在這裏 在這裏 心理婚人館 實在是 很健康 很不愉快 我相信 當然 管理政府可能有 做了某種程度的努力 因為 中央不跟我們中央 這是我們統治的地方 剛才 陳水議員 有說到 黨會 本社的問題 當然 在這裏 我也 要來講 請人姓家 我看起來 尊重有錢 但是 我們的計劃也不夠作詳 像說 有錢我們也不會怎麼投就對了 所以 在這裏 建議館長 剛才我們陳水議員也說 這邊的黨會 我們用了全部的心理 現有的團隊 這邊讓大家用盡心盡的辦 之後 風評 很好 如果 如果能夠用這種的情形 來做 對婦人館 全民性的 建設 也好 還是生活平均的改善也好 還是 費水核酸 這個情地也好 如果大家用這種情形來做 我相信 明天的 明年的營運線 絕對會不一樣 何不 就這邊的前瞻性的計劃 我們大膽的提出來 在這裡我要把管長建議 我有幾點 就是說 在那裡管政府拿出來 這個界尾以外 剛才 沈民工議員 跟我 有兩點 相 類似相近 這種 鹿水龜 揚程的問題 可以說 首百年來 你這個 你這個 在這炎爛基礎的基民 你這個 紅白刷侵襲之下 這期間的辛酸 和哭哭 我相信 管長應該也拿不到 那為什麼 你這邊的 八千八百一的 這個 這麼多的經費 裡面 我們縣政府 竟然沒有提出這個改善 的經費計畫 我是覺得 很可笑的 如果 我們能夠拿到 經費 講得不好聽 我們已經等了四十年了 正在看中華民國 政府存在的時候 到現在就對了 我們 你這炎爛基民 時時刻刻 都在期待 佐水溪揚程 哪一天 能夠得到 政府的垂壓 能夠改善 能夠改變 我們的生活品質 已經期待很久了 所以 對這次 我們管政府 沒有提出這個 改善計畫 我非常 我希望管政府 在這個 家園 能夠再提出 第二點 就是這個 台西海源 剛才管政府 也說這個 利能產業專區 在這裡 我希望管政府 在這個 家園 在這裡 能夠再提出來了 第二點 就是這個 台西海源 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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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鑒 都發揮出來 所以我們是要 建議說 管理是不是 既然 你那個 台西 利能 產業 專區 都提出來了 也 政府就 警方 何不把 方位 一二十年的 台西海源 來結合 共同來開發 一個觀光的地點 如果來 這樣的時候 這不但 可以提升到 我們的產業經濟 包括我們的 觀光文化 這都可以提升 雲林館最缺乏的 就是這個觀光 觀光 這篇篇 是要讓台南館 幫忙 切枸 他都可以拿到 四十二億的 雲嘉蘭 尤其開發 的經費 四十二億 不是少 那是怎樣 剛才我講的 有錢 我們怎麼不得 投 有錢我們怎麼不得 這個價位 台西海源 一二十年來 東吹 東吹 西 也開通 二三億了 結果到現在 五十七公頃的土地在那邊 豐富 現在 現在 關火 主要開一個生活館 所以希望說 利能產業專區如果能夠結合台西海源共同來開發的話 將來,你能專區也可以供人家來,觀光、遊覽,尤其是台西海岸,這50幾公斤的土地,旅航老經委來開發,我相信你這個專業的幾個資料啦,一定可以大放異彩啦。 第三點,台大雲林分校,十多年了啊,因為管政府對台大的承諾,我們獻服的經費財政困難,無法兌現這個承諾, 自使台大一直無法在雲林射分校,我相信管長也要提出免費力啦。 啊,真好是我們這邊的價位啦。 讓你們知道以前,大家都知道這麼困難,還要剋自己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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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